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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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选手很优秀很优秀的选手 所以我只能是不断的怀疑 是不是我所思考的这些点都不对 我所思考的这些点是不是太单纯太幼稚 这些点是不是并不关键 比如说曹淳就应该启杀 比如郭德皇帝就不需要留刀 比如李延就不需要顺冠石 还是说我其实已经超越了 对吧 这些九富盛名的选手 我不得而知 我很困惑 好吧 我困惑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是人家从哪个角度考虑问题 但是我真的认为这几个点都不对 我真的认为这几个点都应该按照我说的方案去打才对 所以能怎么办呢 好像也不能怎么办 关键启发 赌一手曹冲这边既没有淘啊也没有哦 等一下啊 看看啊 曹冲这边没有淘 这有很多装备 所以郭德皇帝肯定死不了 差一点儿如果如果曹冲拿到弄四张牌的话还是可以直接发是非的那么这样的话 曹冲翻面保一手国度旁计 但是麻烦的事情是什么是说我们现在知道要保一手国度旁计 待会郭德皇帝打完你这个李延你下回合杀郭德皇帝还是打不动对吧 还是打不动 为什么呢 因为曹冲人家呢 还有一个呃 还有一个人王盾啊 他还是能够继续的翻 继续的去去去去保郭德皇帝 除非是李延这边直接拿曹冲的牌拿走人王盾 然后击杀 哎呦喂 你还别说现在曹冲手里的牌可都看不见了 但是可能之前攒了啊 这个很早以前攒了牌或者攒了桃或者攒了什么的 四张牌 四张牌选一个啊 愣成功的选到了人王盾 四张牌选一个成功的选到了人王盾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那么其实这一局啊 虎队啊 现在还没输 虽然很难 虽然很艰难 但是还没输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李延单挑曹冲 是李延优势 但是就目前来看 我们这是一三写曹冲还有乐 你是一个一写李延 那谁是优势这件事情暂时还不好聊 暂时还不少 暂时还不好聊 好吧 对 曹冲上回合出杀了吗 我怎么有种错觉哈 你觉得他没出杀呢 不过不关键 他们上回没出这回有出啊 这回直接直接决定直接追九杀啊 决定直接追九杀 但是李延有闪 李延这边一直是有一点点闪的 而且呢 现在李延是如果我去掏你曹冲的牌啊 还是能掏到闪 还是能掏到闪 直接掏闪 这个掏完之后是要让曹冲去看牌堆的啊 这个是要让曹冲去看牌堆的 因为你的勒布斯鼠是不是要贴呀 他是想直接杀啊 对因为他不知道你牌只有闪 他不知道你牌只有闪 对对对 所以他决定直接杀 也OK这样也OK的 曹冲这边中计了 曹冲里面中计了 只拿了青龙和沙 只拿了青龙和沙 这边一张勒布斯鼠贴上 李延还是充满了机会啊 李延还是充满了机会 这边勒布斯鼠中掉 中乐之后的曹冲手牌应该是 留一杀一闪 其实合适啊 这边肯定是留一九一一桃了 但是你留九桃的话 会不会偷啊 会不会会不会暗掉 还是留两个闪 留两闪的话 又给李延的南蛮入侵创造了机会 又给李延的南蛮入侵创造了机会 李延这边别看只有一写 牌打的还是很细 这个南蛮如果放好了 还是有机会 当然这张杀杀出去也没问题 我觉得不能叫乌鸦嘴啊 我觉得我这是对比赛排局进展的非常精准的预测 好吧 非常精准的预测 对吧 我就是告诉大家说 只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才会怎么样 它发生了怪我了 那不能怪我呀 对吧 这边 几张让李延绝望的牌 一张顺千 一张桃 这张杀出去 我建议不贪好吧 我建议是不贪出闪啊 我建议是不贪 但是你说现在掉血吃草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为什么有道理 因为留着闪防九杀也挺好 对吧 留着闪防九杀也挺好 但问题是你这个把血线撑起来也很好 这个两边是一个平衡的动作啊 因为你的血线如果撑不起来啊 这边运气很好拿到牌了 因为你血线如果撑不起来 你会面临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就是呃 只要李延一一的你牌你就没了 你就空了 只要李延一到你牌你就空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别乱成盾 人王盾 上一道李延 双方的战局开始变得胶着 双方的战局开始变得胶着 哎哟 这个曹冲的牌现在越来越优势啊 这张过拆囤手之后啊 李延这边是越来越不好打的 这张过拆囤手之后李延是越来越不好打 李延装加一码 两张闪忍了不敢去再拿草冲牌 不敢去再拿草冲牌 很可惜啊李延刚才那一大波打草冲的话 曹冲无论是摸牌还是什么都拿到了桃啊 都拿到了桃 这边曹冲是拆杀 但是李延还有一张闪 李延现在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但是貌似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个牌可能要掏曹冲一张了 不掏要死 这个牌不掏要死 成功的掏到闪 成功的掏到闪 所以结束 曹冲这边 虽然有瞬迁 但是没什么用 所以把瞬迁进去扔掉 留着弩呢 待会万一有机会下掉加一码 是能够拿弩去打一波的 这都是可行的战术 这边渡量继续渡到闪 所以大家能看到啊 就是李延作为一个 呃 这个三血将 他的个人单挑能力 尤其是在单挑局面下 不断的去巩固自己状态 就这种能力还是很强啊 还是很强 对 所以我们说就是通常来说 李延单挑上是占优的 尤其是挑曹冲这种将 其实是占优 但是呢 因为自己状态实在是差 实在是差 所以这个局面就变成什么样 双方互相拉锯 如果李延能够先下掉 曹冲的麒麟弓 那李延慢慢狗起来 状态就会越来越容易 越来越好 如果是曹冲先下掉李延加一马 那李延可能就要倒 啊 现在呢 是啊 李延之前啊 都是凭借着从曹冲这儿偷闪 那面强提升自己防御 结果这回呢 曹冲手里没闪 那啊 这边是把齐林公安紧顺走 但是要交一个无限 对 这回是没从曹冲这儿顺着闪 麻烦了啊 但是又装了一藤甲 对 双方这个比赛打得非常胶着 这个藤甲一装上啊 这个整体整体的形式啊 对于曹冲来说又更难 因为又得过加一马这一关 又得过藤甲这一关 好不容易觉得对方可能没闪了 结果现在呃 藤甲又打不穿 这边是火攻和南蛮都不敢出 曹冲这把牌完完全全憋在手中啊 完完全全憋在手中 不知道李延这边牌续成什么样 那这边偷鬼弩来 哎 估计也是自己惊出一身冷汗 但是牌顶上我们能看到啊 有了一个过河拆桥 这个对于曹冲来说 对吧 说其实怎么着都是我的牌 但是我看到了过拆 我心里也高兴 因为有了过拆能把藤甲下掉 把藤甲下掉呢 我们能够呃杀杀到李延 杀到李延呢 能够通过麒麟宫下加一马 这个是一个一系列 什么意思 我们不下他加一马吗 不是我们不下他藤甲吗 我们不下他的藤甲吗 就是你你是就你觉得有闪 所以我不下藤甲 我能理解你在想什么 但我觉得想特别蠢 因为如果因为对面有闪 你就觉得不杀 那还是那个逻辑你就一辈子别杀 你就直接认输你就投降 你就GG就完了 何必要打 反正对方也没有 对吧 反正对方也有闪 那一辈子都别杀了呀 你不觉得藤甲其实拦在中间 然后是一个影响很很很很讨厌的一个东西吗 还是说你觉得藤甲其实可以为我们所用 我这个李延自己居然挂闪电了 我现在觉得李延这边已经已经开心的不得了啊 李延何必还需要挂闪电啊 因为仗着自己有一个 因为仗着自己有一个无蟹 对吧 因为仗着自己有一个无蟹 这个无蟹也扔掉了 也没办法 因为他只能留一张留闪或者留无蟹 想来想去还是闪更重要 还是闪更重要 我如果是李延 我其实不张了挂这个闪电 我其实不张了挂这个闪电 唉 这就是一个 谁比谁 更愚蠢的游戏 然后最后证明还是李延蠢 还是李延最蠢 好吧 这个李延从 其实这个李延自始至终 所表现出来的套路 基本上都很简单 就是俩道不会 从不理冠石府开始 好吧 从不处理冠石府开始 从顺兵梁开始 这都是不会的表现 对 这都是 也不是完全不会 好吧 就是如果满分是100的话 这个李延大概是7分 大概是7分 大概是7分的水平 对吧 这就已经如此 已经如此安逸的局面呀 朋友 已经如此安逸的局面呀 你最后被闪电劈大了 你让我怎么给大家解释 对吧 曹冲就已经打的 跟我想的就不太一样了 已经 而且我们还解释了 越往后 其实李延越优势 然李延自己心里是慌的 能理解 对吧 你又挂了藤甲 那终于火攻什么就崩了 然后自己手里有只有一个闪 对吧 可能早被曹冲射一下 就就就就要害他不得了 但是也不至于咱们挂闪电吧 而且其实闪电披着曹冲也可能出问题呢 好吧 好吧 我们来看下一局啊 我们来看下一局 对 我们来看下一局 对 这个 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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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还是再次表达 我跟 就上一局比赛 我跟 除了曹 我跟每一个选手的想法都不一样 我觉得每一个选手打的都有问题 但是怎么可能 对吧 两支队 两个俱乐部 四名精英选手 都有问题呢 一定是我有问题 我好好检讨一下 好吧 我回去慢慢的琢磨一下 到底到底是哪块我想的 其实不对 我肯定是想的不够多 不够长远 人家肯定有更更缜密的思维 所以 有更这个优质的规划 所以呢 跟我这个想的方案 它最终还是不对 最终还是不对 所以 对吧 我多检讨吧 我多检讨啊 我这个再再努力提高 好吧 我其实已经很努力了 我其实已经很努力了 对 但是 还是很难 对 对 好在现在所有赢下局都是二三号位啊 就是对于双方队伍来说 呃 这个二三号位都没丢啊 二三号位都没丢 对吧 对 这边是 赵云孙策对马超和司马朗 那这样的话呢 马超其实是 可以对赵云这边形成很好的激活 啊 但不知道马超是不是顺 孙策是有信心吧 孙策压两血 然后再说 啊 其实孙策你说孙策是指老虎 对不对 也可以是对的 对吧 啊 你说马超是不是指老虎 也可能是嘛 孙策也可能确实是指老虎啊 但是这边 因为马超其实打谁都是白打啊 马超其实打谁都是白打啊 马超其实打谁都是白打 但是打赵云的难度是什么呢 打赵云的难度是啊 司马朗啊 不方便激活 因为司马朗激活 就是你你马超怼赵云没问题 司马朗怼赵云就有点不讲理了 对吧 啊 就不讲理了 嗯 所以看司马朗这边的输出要怎么打啊 这个只能是一点点蹭啊 这边改成他给他松测 其实也合理 先把孙策压掉凉血 孙策不是号称凉血最强防御吗 那你就凉血最强防御先防御了 咱们啊 过了这村再说啊 过了这村再说 对 嗯 嗯 赵云回合赤头 赵云其实 拿马超没什么办法 只能是互报 你给我一嘴巴 我给你一嘴巴 我站的优势是沙多 他站的优势是命中率高 啊 这个只能是互报 啊 这个这个只能是互报 啊 这边马超 赤头 哎 寒面 有意义吗 好像也那么回事吧 思考一下 跟赵云继续在互砍啊 跟赵云继续在互砍啊 这个刀为什么要挂 我得想想 我我我 这个刀为什么要挂啊 他是思考要不要把三把刀都挂完之后去跟司马朗发行军兵 觉得这刀割手里边除了能冲冒充手牌以外干不了别的 而且呢跟司马朗聚名之后司马朗肯定给闪 他一定拿着闪 拿着闪之后的话 赵云再抽我我就不怕了 对不对 我打你你没招 你打我我有招啊 我能想办法呀 对不对 那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结果啊 不错的一个结果 这边继续杀孙策 孙策说我不闪 我为什么不闪 因为我是两血最强防御啊 我如果闪了 我就无法达成我最强的防御状态 而现在你看你看 你看见我了吗 我就是最强防御的象征啊 我就是最强大的存在 我啊 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 这边真是太可惜了 如果但凡孙策有张杀 马超可能都快要命了 快要死了 马超 但是孙策这边啊 奈何 就无可奈何 真是无可奈何 两张过河拆桥 看着马超就是没有杀 两张过河拆桥骨定刀 看着孙策就是没有杀 怎么办 哎呀简直是让人绝望 这个地方说一个细节啊 呃 如果大家能能记住的话 先不装简一马 先交戒刀 这样马超 马超出杀的概率更高 你是不是希望马超出杀 是的 那就先对吧 啊 先不装简一马 先借刀 因为你装简一马 跟马超说你看我现在能够着你 这刀你给我我也没用 要么你给我 马超说我也没用给你呗 对吧 当然这边马超是呃为了给司法朗开个技能啊 其实这边还有一个打法是孙策直接借马超杀自己 但是那样的话呃太危险 因为现在人家可能本身想杀你呢 现在人家可能已经动了杀心 这个都是完全说不准的情况啊 完全说不准的情况 这边赵云杀一刀马超 马超出杀 中美加一马 赵云是陶是不敢吃的 无蟹也是 不敢扔的 就是所有东西都要保孙策 现在万一那真集火孙策的话是要出事情要出问题的 对马超这边跟司马朗基于军兵 本来其实上来的话就是司马朗跟马超稍微的会好打那么一点点 现在呢军兵这个事情开始启动了啊 军兵这件事情开始启动 沙河五谷 哎呦司马朗一直在摸陶 不是一直在摸闪摸了好多好多闪 这个火攻是可以火箱赵云的 赵云其实也不太好办 而且赵云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 三张牌好都是红的 所以赵云还是会掉一些 他手里应该是一张万剑 一张桃和一张无蟹可击 最可气的是那无蟹可击还是红桃的 万剑起发着红桃A嘛 然后闪肯全是红的 所以赵云这张火攻是交了无蟹 那哎呀 交了无蟹之后人家自己得了一无蟹 还行还行没赔没赔啊 这个对于赵云来说还行挺好没有赔 但是孙策想醒吗 醒不了啊告诉你明确的告诉你醒不了 但是孙策现在如果能摸到一张红沙的话 将威力无穷啊将威力无穷 哎呦可惜是一个黑沙呀 我现在都无法想象孙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看这个局啊 肯定特别伤心失落 郁闷 悲愤 孙策说你可曾知道你已经在鬼门关前走了两趟到三趟了 你可曾知道我这边啊 古定刀俩拆加没有杀是多么的痛苦和郁闷 这边赵云继续输出 万剑渗一下还是不太敢乱放啊 万剑还是不太敢乱放 因为桃子 哎 赵云的桃子自己吃了 赵云的桃子 自己吃了 我怎么不理解这事呢 赵云 哎导播把我看一眼记录行吗 我我我没看懂 导播把我看一眼记录行吗 好 优秀 太优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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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血最强防御 我重新检讨 想想为什么是我没弄懂 我想想为什么是我没弄懂 好吧 这个不是马后炮啊 各位观众 这个不是马后炮 我是在 就是无意间扫了一眼赵云的血量和手牌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为什么桃美了 因为本来我还琢磨着赵云是不是可以考虑放完键 但是就觉得我有风险 对吧 你桃美了是几个意思呀 你觉得你有一张 你也没无限 你无限也交了呀 能让我看见赵云是谁使的吗 我冤枉头摘有主我心里有个底 就是你点住赵云 一定是大神的一定大神打牌是对的 一定是我的错 我好好检讨 我好好想想是为什么这样好吧 容我容我再思再想 容我再思再想 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就是想不明白而已 我回头慢慢琢磨吧 大家给我点时间 给我一个进步的进步的空间 我我我反正 没明白 对吧 你赵云的存在不就是为了在回河外 能够给造成威慑力 回河外能给地桃或者怎么样 对吧 但是人家可能就是看你吃桃了 觉得说不信你有那么多桃 然后打的 但是反正超冷的把孙侧秒了 这事挺逗 这个 而且孙侧就秒来挺经济实惠 就扔了四刀 就是 杀杀九杀 准确的都叫三刀啊 就是 扑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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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 九杀 死了 这句后面的内容我觉得需要解释 需要需要解说的不太多啊 当然有可能赵云这边会通过火攻万剑和杀去直接秒杀马超 但是呢如果秒不掉那么你的万剑会打醒司马朗 当你打醒司马朗的时候呃司马朗又会开始给马超去救啊去去跟马超这个回血 对 有观众问为什么选手一定要开始上头规定 好吧我们办比赛我们说了算 我们就是定要求说所有选手必须倒立参加比赛 你也要按照要求倒立 对吧你说我可以不参加可以不参加 但是规定是我们定的而且还是合理的规定 对吧那这种问题问的真是很奇怪啊 这种问题问的还真是很奇怪 对 就跟你问我说那个NBA的比赛 为什么这边队的选手都穿一样的衣服 那边队的选手都穿一样的衣服呢 对吧 因为规定啊 对吧说为什么大家都穿白色衣服呢 因为规定啊 这这能有什么要 能有什么能有什么那个要求呢 对不对 冤枉头的要主让你们知道是谁在打嘛 当然同时也是验证选手身份啊 验证选手身份 好吧 说实话我在内心深处真的有一点点 真的有一点点觉得那这这这完全不应该是浮光大神所表现出来的水平啊 对吗 可能还是22实在是不是他习惯的打的东西啊 可能实在不习惯22的节奏吧 对吧 这个因为浮光嘛 这个统帅是打的非常多啊 22的话呢 那相应的分配的精力就会少一些啊 但是可能又是赶压了上架 说没有别人合适合适 咱们啊 可着一个浮光这个这么用 对吧 这也对 这是代表着对浮光大神的一种啊 期盼啊 觉得这个打的好就应该这样 对吧 呃 类似的事情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当年的典故啊 当年典故 说1984年啊 嗯 这一说就是34年前啊 34年3434年前的故事啊 1984年啊 在我出生之前啊 呃 当年的NBA啊 能人辈出 对吧 巴克利好像不是那年的 但是乔丹和奥拉朱啊都是那年的啊 然后呢 呃 火箭队啊 休斯敦火箭队就是姚明后来打球的那一队啊 握有这个 状元圈啊 就是选秀的第一名 他拿着 公牛是第三名 所以公牛选了乔丹 这大家都知道啊 当时呢 应该是 就是传言啊 这不一定完全准确啊 当时呢 就是 哎 火箭的比如教练和经理啊 在在在争论 对吧 教练说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中锋 所以不能选乔丹 然后经理说 可以选乔丹 然后让他打中锋啊 当然教练可能说 那个啊 教练可能接着说啊 你这样你根本不懂篮球 你根本不懂那个比赛 然后那个那个经理可以回怼 说你根本不懂乔丹 对吧 但是说哎 选乔丹让乔丹打中锋啊 这个也是啊 一段时间传为佳话啊 传为佳话 那这也一样的 说啊 这个 我没有佛光大神 但佛光大神不不习惯打二 怎么办 没关系啊 让他升上凭借着过人的排序来打 但是呢 因为对节奏的不熟悉 所以啊 可能产生了这样的失误 好吧 可能产生了这样的失误啊 我 你觉得我圆的怎么样 是不是还不错 有没有感觉真的信了 说哎 这就是对吧啊 但是还是说可以有失误啊 没永远都不存在说这选手不能失误 对吧 谁都可以有失误 你如果看我个人直播的话 那一天到晚失误多了去了 好多失误还得单目告诉我才能知道啊 但是我们还是说这种事情我觉得能避免还是避免吧 对吧 你赵云生存 有压力吗 有 你说赵云生存没有压力也不对 赵云确确确实实是在被压着打 马超确确实实老看赵云不顺眼 然后呢赵云这边确实也挺可怜 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那个桃给吃了 我还是觉得孙侧更可怜啊 我还是觉得孙侧更可怜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好吧 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那我们 准备看这个双方的 这应该第几局啊 脑子有点晕啊 抱歉 抱歉 脑子有点晕 我想想啊 刚才是二三号位赢了 然后这一局又是二三号位赢了 所以双方现在应该是三比三平 然后后面还有最后两局 后面还有最后两局 现在应该是三比三平 然后双方打了六局 后面还有第七局和第八局 第七局和第八局 我们准备看这个双方的后面的打法 反正我觉得挺好 这个我如果我如果不是解说这样的比赛 如果我不是看他们这样的打法 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自己已经优秀到了什么程度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打的还行 现在觉得我自己打的特别棒 真的 我现在真心觉得啊 这个我自己打的特别棒 我觉得我在二二这个项目上 可能只输给少数几个人 包括比如说啊 毒恋可能比我强一点 奶妈可能比我强一点 其他人抱歉 从现在开始我统统不服好吧 因为我看到的这种比赛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失误啊 尤其是上两局啊 当然包括之前的这种 就完全看不懂在做什么 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最基本的点都不会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我是超越他们的存在啊 那也是恭喜你们 因为你们非常幸运 你们有一个啊 如此优秀的解说在这里能解说这个比赛 那但没办法 我们现在只能是批判性的解说啊 我们尽可能的挑到选手的错误的地方 然后告诉大家说 如果这个是你在打的话 你要避免这样的失误 那你要避免这样的失误好吧 啊但是我能理我能理解赵云的无奈 赵云觉得说拖下去没有没有前途 拖下去没有光明 继续下去打不了打不动打不赢啊 但我觉得这不是吃涛的理由 如果你要求心求变 你放弯剑留着陶 那个打孙策一血 然后逗着孙策那个觉醒 这我认可 我觉得你牛逼你是汉子 这是求心求变说被吞到墙角没招 怎么办咱想招 对吧 咱们打乱局势 然后努力的去去把水搅浑 水搅浑了之后再想办法 这个我能理解 当时是不是烈士 是的 是不是马超打你赵云没辙 赵云还手人家不太出 是的 是不是司马朗能回解你不能 是的 是不是人家能给发俊冰给排叉 能行 你孙策是一大废物 是的 我都认可 都对 那局是不是好打也是输 没错 好打也是输 但是赤桃打不对 好吧 但是赤桃打不对 就完了到此为止 对 就是可以求心求变 但是这么变是不对的 赤桃是不对的 OK吗 如果听懂了就听懂了 如果听不懂就算了 好吧 我现在完全能够接受 我说的这些东西你们听不懂 我完全能够接受 好吧 所以你愿意挣着就挣着 我也不会去理你了了 好吧 你跟我说说这么打不对 但那么打肯定也不对 好吧 那么打肯定也不对 说球变怎么办 直接放弯键 直接放弯键 杀一刀那一个马超放弯键 然后 我先把孙策打在这儿 有本事你秒我孙策 你秒了我孙策 我认了没辙 如果你秒不了我孙策 我来给你拼 这个是求新求变的态度和方案 对 好吧 这个叫什么疾风天子地闭同学 你完全没有资格挑战我 你差的有点远 差的有点多 好吧 而且我不跟低素质人去打 你还 对吧 你在王站的官方比赛的直播间里面 第一 第一 你你吐槽我们的赞助商 第二 你吐槽官方 对不对 就是说白了 你这样的人 我们也就是不屑于去一直封禁而已 好吧 对 对 你高兴就好 好吧 对 然后 如果你再有不当言论的话 我们是可以考虑永久封禁的 我不介意你不看网站直播 真的 一点都不介意 你可以来我直播间骂街 把你骂话了也行 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 也不知道是不是梁静如自我感觉这么良好 看见双方的最后两局比赛 大家倒都是守住了自己的二三号位 大家倒切切实实都守住了自己的二三号位 二三号位的比赛中大家都一局没丢 太史词周瑜二三号位 非常凶的一刻输出方案 虽然也许可以考虑把太史词放到三号位 就是太史词放三号位主要好处是什么 主要好处是相对来说 主要好处是相对来说 太史词不那么怕顺 周瑜比较怕顺 相对来说是这样 点围 好吧好吧 我觉得这方还是挺好的 因为对方可能是判断出对方会上点围 对 可能是对方点围 所以害怕这事儿 确实点围如果杀一刀砸一下 然后怎么样的话 比如加一决斗把周瑜鼓到死了 这个龙队就要崩溃了 这个龙队就要崩溃了 一个决斗一个杀 还要再强洗一下吗 强洗一下 不要乐 有乐要出事儿 加一码还行 加一码是小事儿 加一码是小事儿 哎呦这边太史词再次断杀 这边太史词再次断杀 哎呦真的断杀了 这点麻烦了 这点麻烦了 手里有鼓钉 手里有手里有酒 手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杀 跟之前的 呃跟之前的 那个孙侧是一样的 就特别悲惨啊 特别悲惨这种情况 对 其实刚才那个孙侧如果 没断杀的话 能做的事情多了去了 那个跟这次是一样的 嗯 对 这个太史词麻烦大了 这个太史词麻烦已经大了 尽管我们现在乐住了曹淳 尽管我们现在能开一难门 尽管我们能杀曹淳 尽管这个或者那个 但你太史词可能已经要凉啊 对吧 你太史词可能要凉啊 对不对 我要是周瑜啊 闪闪电不行就挂吧 好不好 啊 闪电不行就挂吧 这个曹淳是无条件的 我扔四个 我扔三个我都扔 四个我不扔 我扔三个我都扔 曹淳表示这排一般般 对 一般般 完全没有伤到筋骨 啊 完全没有伤到筋骨 完全没有伤到筋骨 帅刀曹淳挂加一 听我的同学闪电挂起来吧 行 还有机会啊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啊 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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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我们这个现在拥有两分钟的延时啊 所以我在回应集天天子地弊同学几句话 好吧 啊 第一件事叫做 这个事情跟我们看到与不看到没有关系 不是代表着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人看 你就可以肆意妄为的胡说 对吗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说 呃 这个 是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 好吧 你为什么会被禁言 是因为你的言论有不当的地方 为什么会放出来 是因为觉得你可能平时还是一个啊 这个积极的认真的看比赛的观众 好吧 所以啊 言论自由不是代表着你可以随便去说话和不负责任 不是这个逻辑好吧 言论自由是你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是如果你的观点伤害了别人 那你要为此付出代价承担责任都是ok的好吧 这个远远离什么键盘侠啊 远离键盘侠从我做起好吧 对 我还是那句话你在网站直播间的发言 或者你在我直播间的发言随便 你思考一下你这话能不能当你的老师说 当你的同学说 当你父母说 当你的兄弟姐妹说 当你的朋友说 如果你这话他们说完了 他们回头看一眼 哎呦这人怎么这样啊 那你是不是不想说这话 如果是的话 这些话是不是在网上也不应该说好吧 仔细思考一下啊 啊 我们看一看 这个太子慈目前看来也许还能够支撑一小段时间 但是肯定惨是惨 哇 这个曹淳 为此争立一个无中生有 这边现在有一个陶能救一下太子慈 有一个无邪可击 但是太子慈还少凉 但是好消息是曹淳现在也不怎么样 对吧 曹淳现在目前为止没有攒到任何东西 没有攒到什么东西啊 所以就还还能忍 点为这边把刀扔了砸你 周瑜必须交桃没办法 点为这边吃桃过吗 点为其实可以把可里把桃吃了啊 因为这个 呃他可能是这么绝 说我这桃啊留在手里边 如果你去拼我的话呢 我能给你拿闪挡一下 所以桃还在我手里啊 但是这样还是有风险 因为毕竟那边哦 他是考虑的 不好意思 因为那边是骨顶刀 所以桃不能吃啊 有骨顶刀的话那边一拼 那个本身牌点不大 吃完之后 你杀一刀的话 桃就崩了啊 但是这边看到太子慈的兴趣 完全没有在点为身上 觉得点为我们不打你这个点为自己 反正也就扑扑扑也就炸死了 对吧 自己也就砸死了 所以呢反倒是 嗯 曹淳才是这个局面最关键的点 所以也可以看到太子慈和周瑜 这把火力集中在曹淳身上 尤其是曹淳被第一下被勒了之后 两张过拆一个无中生有的牌被勒了之后 吴中也被反间下掉啊 导致自己现在非常凄惨 这边周瑜反点为黑桃 这主要说白了就是在反你的佳一马啊 这个主要就是反你的佳一马啊 那么佳一马被反掉之后看怎么办 哇九杀 曹淳之前是有一个方片的鸣闪啊 刚才是有一个方片的鸣闪啊 所以这个九杀是不是也有点 那张方片闪是鸣的对吧 他拿红桃闪去反见的曹淳 曹淳展示了红桃闪 红桃的无中生有黑一张方片闪 所以这张方片闪应该是一个鸣闪啊 再见 太史慈老师你好 再见 太史慈老师我想跟你说 再见 点为的强袭是三国杀这款游戏当中 最 最无解的一种输出方式 最无解的一种输出方式 只要够得着你 这个技能只要发动了 没有什么 就只有极少数的 只有极少数的 情况能够 解决 只有极少数情况能够解决 比如小桥的天香 对吧 比如小桥的天香 对不对 那除此以外的话 点为只要摁发动了 对吧 因为很多技能比如反剑我能猜对 这个反剑我能够扔牌 然后其他的各种比如叼山离剑我能出杀 对吧 决斗南蛮万箭我总之各种都有招 他好在有一个说 如果你如果他不怎么怎么样就要掉血 对吧 比如这个比如流邪的那个叫什么来的那个 双方双方拼一下拼赢拼输这件事情 对吧 那我能拼赢了 我还得能能或者俩人都拼平了 好歹能能怎么样 唯独点为这事儿 是真没什么招 点为这事儿说咋你真咋你 只要够得着你你真没辙 说掉就掉 对吧 这是一个 这个游戏中属于bug级别的输出手段 所以也是交给了一个 在三国时期真正属于一个bug一样的存在 对吧 说一吕二赵三点为 四关五马六张飞 关羽厉不厉害 张飞厉不厉害 对吧 吕布厉不厉害 吕布反正在三国杀里是惨点 赵云也稍微惨点 好吧 但是点为还是 点为还确确实实是很凶残 很凶残 对 但是这一局啊 虽然虎队已经第一次为14号位占到了人数上的优势 但是离盈还挺遥远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曹淳这边的状态并不好 擅假的数量并不多 而点为 点为这是有9啊 点为这个很明显是有9的感觉 因为对方拿闪骗你就是骗你简一马 不会 不可能死在这 对吧 有桃 我觉得如果是桃的话 他那桃是方片的是吗 因为保简一马我能接受 但是 方片桃 那肯定得保 对对 方片桃肯定是这样 如果是红刀桃的话 可能要纠结一下 这边曹淳的扇甲扔掉了仅有的一个装备 这边要把要加一马拆掉吗 拆加一的话可能要死啊 曹淳如果杀一刀 拆手牌 已经死了 终于已经死了 九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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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一局啊 这一局是比较少有的 这一局是比较少有的 双方基本上没有 呃双方基本上没有 呃失误 好吧 我觉着没有看到什么失误 呃如果强要说的话呢 我觉得周瑜不挂闪电 已经是已经可以呃勉强认认为是一个失误的动作了 因为周瑜那个点 那种状态 那种时机 对吧 你就让人打成那个样子了 然后面对着敌人这种啊 兴风血雨的进攻 咱们已经 对吧 自家太史词被打成一个一根一根丝了 您再不交个闪电 对吧 呃 未免过于自信 啊 当然确确实实后面有机会 好吧 咱们说确确实实后面有机会 啊 但是我们终于看到一四号位一个成功的反击 这个反击呢 其实也是一四号位最强大的武器 就是一号位能够有一个很勇猛的输出 我们看到这局一号位点为是决斗 杀 强袭三点输出 这三点输出 都没挡住 都没挡住 决斗也没挡住 杀也没挡住 强袭也没挡住 这如果贴一勒忽脸上 那就惨 惨到家了 但是说 没贴勒忽脸上 您这太子词 也跟被贴一个勒 被忽脸上差不多 为什么呢 没输出 手里有酒 有杀 有古镜刀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没输出 没有杀 这个牌断杀实在是太痛苦了 但是好叫有张勒 有张勒能贴了曹纯 所以才能打 所以才周瑜没挂闪键 我觉得如果那样 如果没有这张勒的话 周瑜肯定挂闪键了 我们看双方决赛 最后一局第八场 我们看决赛第八场 现在是游领的大优势局 游领的大优势局 因为自己又是二三号位 对方这次进将 夏侯氏放出来了 夏侯氏如果放出来的话 那夏侯氏跟司马朗 夏侯氏跟司马朗的配合 应该还挺舒服的想象着啊 夏侯氏跟司马朗的配合还挺舒服 这边只能是墙上 我想想这边怎么上 貂蝉加徐树嘛 关键是对方一定上夏侯氏 而我们想打夏侯氏呢 貂蝉又不合适 韩当呢 你又不太敢突一波 如果比如说 韩当跟貂蝉就突一波 这一波崩了就崩了 这一波打不下来 可能再永远打不下来 对吧 那就变成貂蝉要打 貂蝉司马朗 如果貂蝉司马朗呢 呃 就貂蝉那边要去突司马朗 那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如果一波突不下来 后面可能还是不好打 因为主要是夏侯氏里面的排差 还是比较比较麻烦 比较关键 我这边选择上韩当曹淳 韩当曹淳 说实话 我觉得曹淳在面对着夏侯氏这种 呃 这种 过排量的话 不好弄 啊不好弄 对 不好弄不好弄 不好弄 反正你要让我上七遍 我七遍都上夏侯氏 我是不会上法证司马朗 但是呃 我能我能认为说法证司马朗是一个很值得上的阵型 这个我能接受 因为法证和司马朗都是有相对稳定的收益 司马朗那个收益没那么稳定 但还不错啊 对 好吧 还不错啊 但但我更看好夏侯氏 反正我更看好夏侯氏 呃 冷色方这边肯定是赔了 肯定是觉得自己亏了亏大了 为什么因为冷色在上将的时候规划就是对方必上夏侯氏 所以自己才不上貂蝉 就是因为觉得对方必上夏侯氏 所以才不上貂蝉 对吧 因为你上了貂蝉 只能离见对方跟自己人 万一再伤了自己人更赔 这边是曹诚人跟对方发个善解啊 反正给对方一杀 你能给我夺破的东西 你装备不能给我 锦囊好像也不能给我 请问你能给我夺破的东西 啊所以最终还回了一杀一闪 对 你还别说啊 这个局如果单凭法证司马朗啊 打曹淳寒当不好打了 因为呃 法证这边的收益没有那么稳定啊 没有那么稳定 对我是什么学历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吧 话说 对 这边法证的书长天阳 拿个八卦阵 然后开始吐吐啊 开始吐吐 这个局啊 为什么我说司马那个夏侯氏卫好一点 主要是因为你法证司马朗啊 你没有跟对方往后拖的底气 尤其是在面对一个已经呃 武装到小腿啊 不能说武装到牙齿啊 武装到小腿的呃 韩当来看 来对曹淳来说的话 对 啊 会非常难打 会非常难打 嗯 发证 基本上就拼劲了自己所有一切 然后由司马朗来接手进攻 司马朗这边过拆桥 拆掉草纯的八卦阵 然后挂斧的开始揍啊 挂斧的开始揍啊 啊,选择打韩当啊,倒也不能说错,打韩当倒也不能说错,打韩当倒也不能说错,因为如果觉得曹淳打不下来的话,打打韩当,对吧,也许有机会, 对,我更多的表示是说,韩当和曹淳这两个将啊,因为曹淳一定比韩当重要的多,对方会接受拿韩当跟你换,但对方不太会接受拿曹淳跟你换,所以呢,曹淳实际上更要命,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说如果我们打韩当,那在激火这二字上,法证可是够不着的,反倒是激火曹淳,咱们两边还都暂时打得着,这是第二件事,所以就这两件事来说, 我觉得可能还是,对吧,我觉得可能还是应该打曹淳的,现在好了,曹淳也够不着,曹淳也够不着,对,我是真没想到不上夏侯市,我是真没想到, 你明明看见对方有曹淳了呀,对方为了你连貂蝉都没敢杀,对吧, 这个我还是觉得,我还是觉得二二打得少,尤其是对于曹淳这种将不熟可能,对吧,曹淳不激火,什么东西值得激火呢, 请问,这排不玩了命的推曹淳,南蛮入侵,队友这边是没有杀的,但是队友可以这样,就是法证啊,法证是可以选择什么,掉血, 然后呢,恩怨,把杖八给他,咱们再杀曹淳,其实这排应该先杀曹淳好,因为你先杀曹淳,曹淳不闪,然后再开南蛮, 你现在杀曹淳,曹淳如果闪了,你就只,你就必须把杀跟兵都灌出去,啊,这样,这样,呃,但是兵本身也出不去,就这样吧,那就杀吧,你就杀吧,你就杀吧, 但是这样的话,杀曹淳,曹淳还是不应该闪,这样的话,这边是两张牌,并出不去,递杀呀, 他是这么惦记着,那里边闪了,你要怎么灌呢,你杖八不能灌吧,那你只能把灌冰凉跟八卦呀, 杖八得留着呀,因为你待会得让法证也输出啊,天哪,这都是什么呀,不是,咱把杖八递法证不好,是不是,非得把杀递过去, 法证拿个破杀能干嘛,够都够不着,左看一个加一码,右看一个加一码,有杀有个屁用, 看不懂了,这个又看不懂了, 这边曹淳是,因为韩当已经开始打四八朗了,曹淳是有心打四八朗, 但是呢,曹淳必须保加一码,这个基本上是必须的,就是曹淳如果把这个加一码扔了,打四马朗, 那曹淳必须自己有加一码再重新装上,好吧, 大哥,我话都撂这儿了,你可千万别抽我脸,大哥,咱们好好聊天,行吗, 咱们好好聊天,你千万别吓唬我,我觉得你真的一定有加一码, 或者就是直接秒四马朗了这排, 你说我们导播也可气,非给我切过来, 这边是要牺牲韩当,打一手四马朗,就是, 为什么扔加一码呢,因为抱着,就是抱抱着了, 因为抱着了必死的决心, 就是必须要把四马朗打死的决心, 对, 那这样一来的话,刚才给莎氏,非常正确的决定, 真是英明神武,成功的判断了, 预测了对手的操作,如果我是一个曹淳, 打死不扔加一码, 但是对手居然,对吧, 敌人居然如此的凶猛, 敌人居然如此的凶猛, 因为这个局面,其实保护曹淳最重要, 什么都没有保护曹淳重要, 这边又开始打寒当了, 这边又开始打寒当了, 这个打法又特别好, 就是一定要分散火力袭击, 对吧, 分散火力袭击, 比如说, 对吧, 你这个世界末日, 僵尸爆发, 满世界都是丧尸, 然后呢, 你有一把冲锋枪, 里边呢, 有三十发子弹, 这时候呢, 有五只丧尸, 扑向了你, 有的快有的慢, 你呢, 且战且退, 同时呢, 你的冲锋枪一定要扫射, 均匀的把三十发子弹, 分布到这五只丧尸身上, 千万别激火任何一个, 因为你激火任何一个, 万一把那个打死了, 可怎么办, 对吧, 那不就麻烦了吗, 对不对, 被逼无奈开桃园, 被逼无奈开桃园, 已经没有勇气掀开万剑了, 因为正常打法其实是什么呢, 掀开万剑可以骗一手闪, 或者怎么样, 说实话, 这话不应该从我的嘴里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这一局双方都挺猜的, 司马朗的处理就不细, 然后曹淳这边还能扔马, 这都是我完全看不明白的东西, 都在打什么呢, 真的, 这是打的是什么呀, 距离不重要吗, 杖八对法证多关键呀, 有杖八在法证几乎不断杀呀, 对吧, 有杖八在法证几乎不断杀呀, 这个游戏真是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行, 法证现在, 司马朗现在经过一番的运作啊, 继续苟活了下来, 但是呢, 韩当完全没事, 曹淳已经, 都是三扇甲, 转眼就要变这个四扇甲五扇甲, 一旦曹淳的扇甲攒够了, 也是非常的凶残, 也会是非常的凶残, 刺雍剑, 说白了就是曹淳刚才, 把脸凑上来, 说你们要不激活我一试试, 人家说, 那那那, 不敢不敢, 跟您闹着玩呢, 哪能激活您啊, 对吧, 哪能激活您啊, 这个杀出的, 我想说这个杀出的也不好, 因为你司马朗如果断杀的话, 你这九可怎么办, 对吧, 你这司马朗万一断杀的话, 这九可怎么办, 然后这借刀也特关键, 因为借刀是一个能下刺雍剑的方案, 而你能下刺雍剑, 其实就变成了第一能处理一个距离, 第二能解决一个, 这个, 就是解决一个那个, 擅甲的杀, 对吧, 到这儿能听懂吗, 我说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断杀了, 你就特别痛苦, 别扭, 难受, 对吧, 冠师府九杀轮不出去, 然后等等等等, 反正很憋屈, 然后借刀扔了也特别不好, 因为借刀本来能做挺多事, 还挺关键, 反正就各种不好, 说白了就是你有刀了, 法证可以拿你冠师府, 然后法证协助输出, 这都能做, 反正斯巴朗这边确实凭着善甲, 还是, 凭着那个军兵啊, 还是勉勉勉勉强能把收益苟住, 这个还是挺好的, 这些事件还是挺好, 这个韩当, 为什么要自杀呢, 这个韩当为什么要考虑自杀呢, 你的任务是吸引火力, 朋友, 你的任务就是吸引火力, 你的任务就是让法证跟斯巴朗玩了命的歇你, 不歇曹纯, 这还有主动动手的套路吗, 这是觉得能把法证秒咯, 我觉得难度还是有吧, 如果他闪了的话, 我们九杀是不是能打中, 看起来斯巴朗, 斯巴朗没桃对吧, 斯巴朗这个桃应该是后来的, 斯巴朗你刚才是没桃的, 那没办法怎么都死, 只要有杀就死, 只要有杀就死, 只能说韩当那边敏锐的察觉到了时机, 成功的击杀掉了法证, 尽管这边再次九杀成功, 也阻挡不了敌人的火力, 这就是强行五五开, 强行把比赛打, 强行把比赛打成平局, 不过这一局确确实实, 法证司马朗应该是没希望, 好吧, 应该是没希望, 如果他们赢了, 反而特别奇怪这件事情, 如果法证司马朗赢了, 反而特别奇怪, 这边曹淳再次非常啊, 那啥的, 要挟了司马朗一把, 司马朗就把东西都给你, 拿走你拿走, 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对吧, 我只要求把闪电挂上, 我没有别的要求, 我只要求把闪电挂上, 哎, 等一下, 这个如果上一刀, 还能还能死了, 大概率, 如果还能没闪的话, 对, 我只要求把闪电挂上, 我没有别的追求, 我只追求把闪电挂上, 我只追求把闪电挂上, 你可以随便乐我, 你可以随便打我, 你可以随便杀我, 你还可以决斗我, 满满万件都可以, 你可以随便的羞辱我, 但只有一件事情, 请你让我把闪电挂上, 请你不要动我的闪电, 你想怎么样都行, 请你不要动我的闪电, 说实话, 曹淳啊, 给闪电这事, 曹淳给闪电这事, 还是有点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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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电, 怎么办, 我告诉你怎么办, 让闪电批寒当, 保曹淳, 好吗, 这个道理不用我解释了, 你如果教这个无陷, 你就是那么大个的大傻蛋, 这个事件就没有比你傻的傻蛋了, 让闪电批寒当, 绝对不能批你, 绝对不能批曹淳, 好吧, 绝对不能批曹淳, 寒当是可以无限牺牲的, 寒当的存在就是你的这个盾牌, 就是为你挡刀的, 对咯, 这就可以再折腾一遍, 而且呢两个决斗好像也有机会把斯马朗收掉, 好像也能把斯马朗收掉, 杀一套斯马朗, 两个决斗一张红杀, 两个决斗一张红杀的话, 斯马朗三张牌是不足以抵御这三张牌的, 我想想啊, 两个决斗一张红杀, 除非是斯马朗三个桃, 我想怎么会怎么样, 决斗我吃桃, 决斗我吃桃, 杀我吃桃, 能活, 对吧, 你只要不是三个桃就死了, 只要不是三个桃就死了, 对, 所以最终恭喜无双, 跟老司机这边占平, 占平, 所以双方是打成了最终是4比4平手, 握手银河, 然后小分的话呢就会各加一分, 所以小分的话现在无双是5分的小分, 然后游领是2分的小分, 这个算下来的话, 其实游领还是比较赔的, 我觉得是不太高兴的, 这一局几个点我说一下, 好吧, 我其实现在挺晚的了, 我其实不想说太多, 但是我还是有很多东西想说, 没办法, 第一件事, 上将的时候为什么不上下游士, 不懂, 我觉得下游士的收益会好于法证的收益, 下游士的收益会好于法证的收益, 你具体是下游士配斯马朗, 还是下游士配谁你自己去想, 但是我觉得下游士必上, 好吧, 这是第一件事, 我觉得下游士很重要在这个局面下, 然后你不上下游士我没看懂,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两个人的集火, 好吧, 两个人的集火, 目标改了三回, 没有没有改目标, 还出现说, 还甚至出现有说, 我法证打一道这个, 然后这边打斯马朗, 打一道那个的情况, 你要疯, 知不知道什么叫集火, 不知道集火就不要打牌了,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会不会算数, 有没有上过数学课, 十亿年加游法, 无亿年加游法会不会, 你一个三写法证, 一个抽了疯的寒当, 两张牌, 扔一张牌攻棋, 扔一张牌抽你脸, 打你一写, 为什么, 那是因为隔壁的曹纯, 至少手里捏的两点输出, 跟你这么打, 就是要秒你, 这样的情况下, 你觉得他手里没酒杀, 扇甲那一刀, 为什么要闪, 两血, 留闪防酒杀, 没学过, 不会, 没打过军争, 没见过军争牌丼, 不知道酒什么样, 第一天玩三国杀还是第二天, 这种失误叫失误吗, 这种失误都不叫失误, 这种失误就是蠢, 愚蠢,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比赛, 不是世个人都能打的, 但是恭喜你, 你的操作, 法证的操作, 让每一个观众都觉得说, 这个比赛真好, 我也能参加, 我现在都不想坐在这解说, 我觉得我应该去参赛, 因为我一定是冠军, 对吧, 我不知道我的水平, 为什么会超越所有人, 但是我觉得, 莫名其妙, 好吧, 我觉得莫名其妙, 如果大家看到这场比赛, 我只能恭喜你们, 对, 这个比赛, 这个动作的愚蠢, 不是很难用, 一个比如说五大炯, 或者什么, 这个就是最蠢时刻, 这样的东西表达出来, 大家可能通过一个短暂的视频, 是看不明白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 是切身的感受到了, 你觉得对面是大傻子, 你才会这么打牌, 你觉得对面是非常非常蠢的人, 对面要自杀了, 对面打不过要投降了, 才这么打牌, 可能吗, 不可能吧, 为什么我觉得, 韩当不应该这么打, 因为这个牌应该打不下来, 你冒这么大的风险, 你交这么大东西打不下来, 你不如让曹春那么去做, 对方